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朝就有这么一位大才子 他的才情鸣动天下 可偏偏一生四次参加科举考试 回回名落孙山 好不容易考上一N科走上仕途了 却又迟迟无法升迁 一辈子就混了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 以至于常年流连于烟花柳相市青楼出馆 晚年更是穷愁潦倒 死的时候一贫如洗 甚至连智丧的钱都是歌迹出资的 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已经开始要抢答了 没错 这位大才子就是凡有井水引出 皆能歌里有词的著名词人刘勇 不过估计您怎么都想不到 刘勇的一生之所以走得那么坎坷 有人说呀 那是刘勇自己做的 啊 自己做的 刘勇怎么做呀 先来说说刘勇的出身 按说刘勇一出生啊 手上抓的牌还是很不错的 他的父亲柳怡曾为南唐的监察御史 到了北宋呢 也担任了县令啊 通判等等的职务 所以刘勇妥妥的官换子弟啊 不光家事好 他本人也是个小天才 十岁能闻 十三岁能诗 十七岁能词 轻轻松松的就甩童年孩子几十条街 照咱们常理来推测 那接下来的路不就是参加科考 顺利走向仕途吗 别着急啊 这个科考刘勇是参加了 只不过这也是刘勇做的开始啊 怎么说呢 他不走寻常路 光赶考这个路上啊 他就走了六年 是道路崎岖 交通不变吗 八敏之地啊 他是福建人嘛 不好走是吗 你想多了 人家是奔着自由行去的 刘勇本来的计划呢 是从前唐到杭州 然后再到东京汴梁 参加考试 可没想到到了杭州之后啊 我的天啊 这个地方也太美了吧 山水如画 美女如云啊 瞬间他是心惊摇曳 什么科考 什么仕途 什么的 统统先放在一边 我先玩一个尽兴再说 就这么边走边玩 边玩边走啊 每一站都好好修正修正啊 好嘛 到京市已经六年以后了 是吧 人都已经 怎么说呢 未成年都能走到成年了 是不是 人家进京赶考 巴巴的都是跑步前进 刘勇这一路上走的 前五人后来者啊 你要问刘勇这是真不把课考当回事吗 倒也不是 他之所以敢这么玩 纯粹就是自信 相同自信 你们放心啊 我什么时候考试 什么时候就能够叫做 盔甲登高地 状元 非我们数啊 咱不着急 说实话 刘勇这么自信的 也不是没道理的 前头不是提到了吗 凡有井水隐处 皆能歌里有词 喜欢他的词的人太多了 里头还有不少有分量的人物 举几个例子 说刘勇到了杭州之后呢 想见当时的两者转运使孙和 不得门路 玄机写了一首 《望海潮》 这词写的 那真是把杭州的美都写绝了呀 刘勇割下笔之后 马不停蹄找了一歌姬 嘱咐说你呀 趁便找一机会 在孙大人面前高歌此词 一切就妥了 果然孙和听到这个曲子 第二天就主动找刘勇 不止见面啊 还有宴请他 这多得美丽 还有史官范振 说仁宗皇帝在位 42年太平盛世 我在汉林院工作了十几年 我都写不出这么一首词 来形容 来歌勇 但是那样的太平盛世 我在刘勇的词里看到了 北宋著名文学家黄长 更是把刘勇的词啊 比作杜甫的诗 说像如今这样的太平盛世 有且只有刘勇能够充分的表达 你要是觉得这些人的分量还不够 再给您说一个宋仁宗 据陈时道后山诗话记载 人宗破号词 每对酒必使世纪歌之再三 就是说人宗皇帝特别喜欢刘勇的词 喜欢到什么程度呢 每次喝酒都得单曲循环 这算是超级歌迷了 是不是 所以刘勇还真不是盲目自信 他是真的有才华 再说一个小八卦 就前头提到那首望海朝 不仅让刘勇迅速明满天下 相传一百多年之后啊 金主完颜亮 读到这首望海朝的时候 哪也是这个 世界上还有这么美的地方 我不相信 如果真的有的话 那也必须是我的 紧接着马上率领六十万大军 悍然头边陆江挥师南下呀 而且还放出豪言 要立马无山第一峰 大举恭送 你想啊 这首词的魅力 可见一般还是非同一般 都能这么说 是吧 好 话说回来 刘勇的才名 都已经远播到这个程度了 连后世的皇帝 都成为了他的粉丝 那可见他的影响力之大呀 那接下来应该是 平步青云才对呀 非也 接下来刘勇还将继续他的做 而且一定得做出新花样 做出新高度 才华横溢的刘勇 为何吕诗不中 回回落榜 他的词究竟写了什么 让他试图诗意 一生坎坷 江西卫视经典传情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刘勇的才华人尽皆知 尤其是刘勇到了京城之后 他发现自己的词 哎呦 那广为传唱啊 本来就对科考自信满满 那心里边 这就更有底了呀 觉得拿下状元 就是探囊取物 我要是拿一榜眼就算输 一如翻掌嘛 状元 可是考完之后一放榜 刘勇啥了 榜眼 炭花 什么呀 没有 就没上榜 这为什么呀 据说事情是这样的 要单说笔事成绩 刘勇应该是榜上有名的 只是到了最后一关 皇帝啊 亲自给他刷下去了 有观众要问了 哎不是宋仁宗喜欢他的词吗 是喜欢 只可惜 刘勇考试这会儿 宋仁宗还没登基呢 当时的皇帝是宋仁宗的老爸 宋真宗 那是老爸跟儿子品味不一样吗 宋真宗不喜欢刘勇的词 要说他当时考试的时候的文笔还真是不错 可是皇上一看这写作对象立马摇头 这孩子思想觉悟不行 不可能做好一个官的 名字必须化掉 你要问 刘勇这些词都写给谁的呀 怎么就不能当一个好官员了 这事有观众或许知道 刘勇这一生留下了213首词作 其中有160多首 也就是三分之二 都是写给歌迹的 临考前他还给自己喜欢的歌迹写了一首 这个暧昧的劲儿 您听这句 等嫩时等着回来喝喜 好生地胜于我而立世 等我考上回来给你报喜 你好好待着宝贝 回来给你个大红包 哎呦你真是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所以明白了吧 刘勇落榜不是因为他才学不够 纯粹是思想觉悟的问题 按说这个时候刘勇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 自己跟这些个青楼厨管的人划清界限 好好表现一下 争取下次考试 重举才是吗 对不对 哎他不 而是又开始作的表演 这个洋洋洒洒写了一首贺冲天 还发在了他自己的朋友圈 直接把自己接下来科考的路全给堵上了 就问您他牛不牛 那么他写了什么呢 您听关键两句 何须论得丧 财子词人 自是白衣清相 何必为公民换得换世咧 咱们风流才子 即使身着白衣 也不亚于公卿 江湘 青春都一赏 人把福明换了 浅镇低畅 人不风流 网少年啊 管他那些个福明干什么 不如都换了唱歌喝酒 潇洒走一回吧 其实洛榜啊 他心里有点怨气啊 也可以理解 可问题是 您要是真像您说的那么潇洒 真不要那些个所谓的福明 还责罢了 您这又去参加科考 啊 明显放不下吗 那皇上能答应吗 说第二次科考 刘勇鄙试依然没问题 可是皇上看到报上来的名单 眉头一皱 这不是那个要潇洒走一回的吗 是吧 又来考试干嘛呀 再次把刘勇的名字画掉 然后重重的批了十个字 且去浅真低畅 喝药服明 好嘛 这几个字等于是把刘勇的师徒 直接给咔嚓七根断了 后来呢 他又挣扎着考了两回可考 名单都没到皇上那 你想想看 皇帝都那么说了 谁也敢录取他 是不是 那么到了这一步 刘勇本人是什么态度呢 嗯 输人不能输阵仗 直接给自己改了一个个性签名 叫奉旨填词柳三遍 你瞧瞧 还是做呀 还来一奉旨填词 感情 周星驰在武状元苏奇尔里边 奉旨乞讨 跟他学的 不过有观众可能都问了 奉旨填词咱们都听懂了 给自己找脸了 找脸 找面子 可是他什么时候叫柳三遍了 这个就更有意思了 他不是改名叫柳三遍 刘勇的本名就叫柳三遍 刘勇是后来改的 为什么改呢 这得说到刘勇的第五次课考了 还考呢 对刘勇的生平稍有了解的观众肯定知道 最后这回他是考上了 怎么考上的呢 两个原因 一是景佑元年呢 宋仁宗登基特别开了恩科 只要报名参加过科考 年龄超过一定岁数的 就可以直接录取 这次恩科呢 就让刘勇看到了希望了 可是他又怕新皇上看到他的名字挺不爽的 干脆就耍了个心眼改名了 为了当官这也是拼了啊 好考了五回 总算是遂了心愿 走向仕途 当上了一个牧州团练推官 要按咱们现在的想法呢 既然名字都改了 好不容易当个官 咱就不要再重蹈覆辙 不要给那些歌迹写词了 写点别的行不行 不好意思不行 我就是我 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继续写继续作 他又写了一首词叫做 定风波自春来 内容没什么新奇的 就是说一个歌迹啊 想念自己的情郎啊 有点归怨的意思 可是关键里头有这么一句您听 朕相随莫抛躲 真献闲念伴依作 情郎看书我就拿着针线干活 和他相互异味天天腻歪在一块 可不能让光阴虚度啊 您要问这句怎么了呀 画面挺美的没毛病啊 您呢估计很难想一想 就是因为这首词 刘勇这个官虽然说当上了 可是要想升官 门也没有 眼看自己任职已经八年了 早就过了魔刊 就是升官的年限啊 刘勇就不服气啊 我干的挺好的 为什么不给我升官啊 要个说法 于是刘勇就找到了顶头上司 名字都熟 艳书 也是写词的好手 那句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 艳归来 相信大家都能背 艳书对刘勇的情况很了解 知道他升不上去 并不是因为什么年限业绩这些问题 而是以词五人妙 就是他给歌迹写词 那让皇上不高兴了 可这个原因 没法放到台面上来讲啊 所以只能够启发启发刘勇 点醒他 账口就问了 贤俊做曲子吗 刘勇什么人呢 在社会上莫爬滚打 这么些年一听明白了 感情还是这个事是吧 可是心里不服 就回答说 只如相公一作曲子 我写啊 可是我写曲子 跟你写曲子 不是一样的吗 一回事啊 你不能说你写的 就是爱情歌曲 我写的就是黄河歌曲吧 艳淑一听啊 这是提示的还不够明显吗 继续说了 我虽然是野作曲 可是我没有写过 针线闲年半一作 这样的曲子呀 刘勇一听 在这儿等着我呢 行 话不投气半句多 我走了 说到这儿 有观众肯定纳闷了 这个针线闲年半一作 到底是怎么了呀 这是又不杀人 又不放火 酗酒吸毒什么的 都没有啊 怎么这么严重呢 我跟您说 有 这个场景您听好了 他犯法 至少是违反了 当时做官的宗旨 具体怎么回事 别着急 咱们下节来说 一个看似家常的场景 究竟触犯了 哪一条律法 刘勇明知山游 为何偏向五山行 江西卫时间点长期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因为给歌迹写词 刘勇科考 回回落榜 最后勉强改名 走上了仕途 又因为给歌迹写词 尤其是 针线闲念半一作 这样的内容 导致他无法升官 那么给歌迹写词 这事儿 到底怎么就刺激到 仁宗皇帝了呢 其实有不少专家 针对这个事儿分析过 说是因为仁宗这个人 跟他老爸真宗一样 比较古板 他认为给歌迹写词 那格调不高 属于银词宴曲 艺术情趣不够高 所以宋仁宗 也不喜欢刘勇这个人 是这么回事儿吗 当然不是 前头咱们也提了 宋仁宗是刘勇的歌迷 至少是他的歌词迷 还单曲循环人家的词 这里头刺激到宋仁宗的 其实是刘勇的态度 他知法犯法 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什么意思呢 早在真宗朝那会儿 宋朝就有规定说 读非圣贤之书 即主词伏弥者 皆严谴之 就是严厉打击那些个 不看正经书 文章写的伏弥 不守正统的人 所以宋真宗当朝的时候 才没有让刘勇 有机会当官 那到了仁宗朝呢 让他当官了 已经是法外开恩了 你竟然还不知收敛 那不就是公然挑衅黄权吗 听明白了吧 这个刘勇表面上 是他自己作呀什么的 其实真正原因是生不逢实 他要是生活在唐代 晚唐时期大可以像杜募一样 十年一决 扬州梦赢得青楼伯姓明 一边呢 照样逍遥自在地 当他的官 根本不影响仕途 可是在宋代 那坚决不行 尤其是作为官员 你形象得正 成天跟歌姬混在一起 一来分散精力嘛 二来给人感觉 是用明治冰糕在买笑 是吧 你像什么样子 不合适 当然了 其实当时给歌姬写词的文人 可不止留有一个 人家最多一两手而已嘛 而且结尾都会表达一下 自己的立场 说自己呢 已经发护情指护礼了 相见争如不见了 像刘勇这么不走寻常路 写这么多 影响力这么大 还写个什么 针线闲年半一座 这样情人意切的啊 读一份 所以啊 就你这个觉悟 打算升官 没给你贬官 甚至把你的官职 直接给抹掉 就不错了 说到这儿 有观众要问了啊 这个刘勇也不傻 看着也挺在乎 自己的仕途的 那因为这个原因 又是落榜 又是不能升迁的 为什么他还要 一条道走的黑 非写不可呢 有人分析 原因可能是为了钱 没错 这里头啊 确实有商业行为 因为刘勇 实在是太火了 所以教访月工 美德心腔 一定要请刘勇 来填词 只有让刘勇填词 这个曲调 才有可能快速推广 那您说这个词 能白填吗 肯定不能 再一个就是 有歌迹会专门找刘勇 让他为自己写词 目的就是为了抬高身价 当时只要是刘勇 写过的歌迹 词里面提到他 那摇身一变 就是铭记了 身价蹭蹭往上涨 这活呢 刘勇也接 可以说 刘勇在当官之前 能到处游山玩水 生活费都这么来的呀 所以有人就说 他非写不可 那是因为要赚钱 可要真是这样 后来当了官了 有俸禄了 而且宋代俸禄可不低啊 为什么还要写呢 这时候又有人要说了 说他不是为了钱 而是爱上某一位歌迹了 情难自已呀 只能够写词抒发 那么是怎么回事吗 是 也确实有人说 刘勇爱上了一位 叫做崇娘的歌迹 说是因为这个崇娘呢 是刘勇的词里头 唯一一个重复提到的名字 咱们来看一看啊 第一首叫木兰花 这首听起来倒没什么 里头提到四位歌迹 一听就是应酬之作 随便写写的 可是第二首 急贤宾就不一样了 提到以后的打算 您听这一句 带坐真个宅院 方信有初衷 意思是 宠宠你等着吧 等我考上状元以后呀 我就买个房子 到时候呢 你就相信我是真的愿意 给你白头到老了呢 您听听 这都要买房子了 够认真吗 是不是 后来还写过一部 征不月 也是给崇娘的海誓山盟啊 这些词呢 或许您还不够熟悉啊 再来一首带都耳熟能详的 今宵九醒何处 杨柳暗小凤残月 此时经年 应是良辰好景 虚设 便总有千种风情 更与何人说 这首 气美的雨淋淋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都背过 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也是写给崇娘的 那会儿刘勇 跟崇娘正闹分手 于是就写下了 这么一首千古名词 一直到现在 还有乐剧新编了 刘勇 与崇娘 结局给安排成两个人 永远在一起 那么事实上 刘勇 是为了这个崇娘 宁愿耽误自己的前途 也非要写词 表达自己的爱意吗 似乎也不是 因为刘勇 根本就没有 娶这个崇娘 刚说分手了 一是因为良剑不通婚 歌迹属于剑级 没法结婚 脱级很难 显然刘勇 也没有为此努力过 再一个 刘勇也有自己的家庭 有老婆 有孩子 对崇娘这份感情 或许只是一种 艺术创作 至少没有深刻到 愿意牺牲自己的 虔诚的份上 那么有观众要问了 这要不是为了赚钱 也不是为了 有深爱的歌迹 刘勇 一而再而三 给歌迹写词 惹怒皇帝 究竟是为什么 他图的是什么呢 事实上 还真有专家 研究过这个原因 叫做千金难买 我喜一欢 我乐意 是的 这就是刘勇的爱好 怎么样 这个路走得够不寻常 够潇洒的吗 又有朋友要问了 为了一个爱好 几乎把自己 一辈子的仕途都给耽误了 值得吗 这事儿 得分从哪个角度来看 咱们要从世俗角度 为歌迹写词 导致自己不能登地 勉强登地之后 又不能晋升 却是有些惋惜 不太值得 可是要从情感角度来说 咱们不妨看一看 刘勇死后的一幕 说是刘勇晚年贫困潦倒 死后也没什么钱下葬 是他的这些个红颜知己 歌迹们自掏腰包 为他下葬 而且一个个 酷成了泪人 恋恋不舍的 争相与他化别 他们甚至还专门组织成立了调柳会 用来追思和怀念刘勇 每逢清明节 更是自发去刘勇的墓前扫墓 这个习俗呢 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 到了宋南渡时期 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人把福明换了浅真低畅 到底还是值得的呀 刘勇的一生啊 真正是成也柳辞 败也柳辞啊 好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抖音号 和微信公众号 江西卫视今天传奇 扫名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